中國我們說殲-20 踹門的殲-20 這個領雄君 殲-20最近很多美國媒體 很喜歡拿他來跟F-22來做PK 但是也令我滿驚訝的 美國人認證喔 這一位是美國東亞的軍事安全專家 亞伯漢艾布斯 他寫了一本書裡面呢 他說啊 殲-20是確實可以跟美軍F-22 跟F-35一搏的 先進空優戰機 當然殲-20超音速巡航能力 現在用窩扇15的發動機 而且他用先進的材料跟製造工藝 所以他降低了飛機的空重比 再加上他非常有名的就是 空洞力學的設計 提升了戰機的電子設備 還有自主性的智慧化程度 因為殲-20 他最近參加了很多黑科技在裡面 讓他超凡脫俗了 第一個 他可以用平常巡航就在超音速 對 這是什麼概念 這什麼意思你知道嗎 一旦有事故 我飛機很快可以干到現場 你敵人是次音速 我比你先到 我就這樣有利態勢 站在空中的高度 站在什麼位置 我先下手 這是叫做巡航速度是超音速 對 第二個他以前的短板是發動機不夠好 周密不夠長 推力不夠大 他現在改了窩扇 對 這個就是他短板已經減少很多 第三個他厲害的是什麼 他用的這個雷達 這個氧化加跟 氧化加是第四代了 他用的是加的第三代 可以用到第四代 美國還剛剛開始用加 那它的雷達的收縮半径就遠 收縮半径遠又準 那它的音級飛彈射程又遠 它跟美國要比 美國是Amazon 158 那麼從以前的距離增加一點 現在中國大陸的長城這個 空對空的飛彈 又比你長40公里 對 換句話說我手夠到你 你還夠不到我 所以這幾個優勢呢 讓美國不得不重視 對 第二個還有一個性價比 F22造的沒有像 這個千二十不像F23那麼貴 對 F22已經貴到停產 對貴到停產 再投資划不來了 所以它要把它的高科技縮小一點 改新的六代機 那現在目前殲20就說 我可以幹掉你的F22 也可以幹你的F35B 所以美國它比較重視這個玩意 它的缺點就是吸彈量不多 它是空對空的飛機 空戰裡面它一定贏 所以它不會單獨出去的 它會帶F16那個重型戰鬥機 所以就變成千二十又可以帶 公十一的無人機 最可怕的是什麼呢 一架這個千二十 帶上十幾二十架的公十一 公十一 公十一現在用 AT的這個智能化的這個 把作戰戰術都模組化 你看我空軍機教官 教飛行員 拿兩個飛機在那裡比 誰咬的尾巴 以前嘛 以前都在看這個 掌機聊機怎麼默契 現在無人機如果是用這個 AI的技術化 它把各種空戰的模式 都把它模組化了 那個後面那個殲二十只要說 Plan A Plan B 它就一個完整的機群 碰上來 殲二十躲在後面 對 對不對 那這個這樣 所以未來的空戰 跟你看的Top Gun那種電影 是完全不一樣的 對 完全不一樣 不過這個殲二十的設計裡面 跟F22本來就有點不太一樣 F22的作戰半徑 它設計不到一千公里 它就是很特殊 因為它太重了 不到一千公里 不到一千公里 因為它的空重 有將近快要兩萬五千公斤 可是殲二十空重只有一萬七千 光這個差距的話 你油量就好會不一樣 這叫材料力學的進步 對 表示說這個殲二十的材料 真的比較輕 因為體型沒有比它小 可是很清楚的就是 它空重量 就是不帶任何東西的空重量 就是比你輕 所以它的航程可以到兩千公里 作戰半徑兩千公里 所以作者才會講說 在超音質狀態底下 能夠長時間虛擾 它作戰半徑兩千公里 如果前面有機場可以下降的話 它可以跑到五千多公里 可是你這個F22就做不到 你不到一千公里好不好 再搶你跑個三千公里 氣氣喘喘 沒有降下來加油不行 或者要帶著那個加油 站在空中跟著走 對 所以 而且 這個超音速兩個都差不多 因為一個是2.2 一個是2.5 其實到了超過兩倍以上 你差2.2 2.5 就已經不是很重要 雖然說F22可以到達2.5 可是殲20可以到2.2 對 而且聽說殲20它現在製造的速度很快 應該中國有一兩百架 因為就是剛才 下一次是400架 對 現在已經有150架 下一次製造目標是400架 這個都是外面揣測 沒有辦法解密 就是說 我說400架是對了 我說材料本身 大家認為它是用更新一代的 複合材料做的 要不然人家怎麼算 這個渦輪幾公斤是正常的 那個什麼東西 很多東西沒辦法 對 沒辦法撿 可是機殼本身 它的材料一定 尤其是逆中材料 就是大家不清楚說到底是 殲20這材料是怎麼做出來 但是一致認為比F22來的先進 那是什麼彎道超哥 那比較晚做吧 我可以提供一個就是說 不要太細的 有時候很細的很難比 我可以提供各位觀眾一個很粗淺的 就這兩個國家的科技是差不多的 確實是這樣 那你看它發展的時間 F22首飛1997 歼202011它差了14年 差了14年的科技所有都進步 你要說200年前差14年沒差 那時候科技滾都是很慢 現在科技的14年那是不得了的 所以你就說我不要說別的 而且材料科學 我光知道後發先制 他真的各方面像材料拿走 兩個什麼 雷達通通不一樣 雷達也 就差 飛彈也差 對啊 孫家軍剛剛講一個就是 他看得又遠 打得又遠 那你怎麼跟他作戰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專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藥食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何外的選口